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会去为一件事情去闹吗 你还会去为某一个物质去跟人家讲吗 一切就这么的无常就失去了 为什么这么执着呢 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偿的 我拥有了 可能我这辈子就拥有了 这辈子也是临时的 也是短暂的 你最后拥有了什么 你们曾经拥有过青春 你们曾经拥有过很好的工作 或者曾经拥有过很好的家庭 或者曾经拥有过自己很好的身体 很爱自己的孩子 这一切随着无常 全部变化了 所以懂得最后的变化 你就得到了根本质 那么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蝶 因作如是观 什么叫如是观呢 看穿吧 就这么回事了 因作如是观就是 就这么回事了 所以我们在人间 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一些名利啊 财富啊 而人生最大的财富不是黄金啊 也不是钻石啊 那是智慧 你看很多人一辈子有钱有名有利 最后全部失去 因为他没有智慧啊 佛陀曾经在正法念处经当中说过 宝物归无常 善法争智慧 世间物破坏 善法常坚固 这是佛陀讲的 经文里讲 你人间的一切宝贝和物质到最后 全部都是没有了 无常就是失去了 你如果懂得佛法 懂得行善积德 会增加你的智慧 世间物破坏 世间所有的事物 到最后 其实这个破和坏是两个字合起来 先是破 就像一个衣服一样 一件衣服一样 先是破了 慢慢这件衣服就坏掉了 所以世界上一切的事物 一切的东西 它都会破坏掉 破了坏掉了 一个房子先是破了 最后这个房子倒塌了 坏掉了 这个人先是破掉了自己的善良 破掉了自己的慈悲 变得越来越自私 最后这个人就坏了 就坏了 所以这个破坏是两个字 然后 善法常坚固 善法实际上 当时讲的就是佛法 越来越坚固 你们什么东西都会坏 你在脑子里的佛法 那是永远不会坏掉的 善法常坚固 就是说 我今天用佛法来讲 我今天只要行善 一善皆还在 行善 就是佛法 我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坚固 所以在人间不执着的学佛人 事故告诉你们 就是拥有了 初等智慧 也就是告诉你们 这个人间的智慧 分成好几等 有的人叫聪明 不叫智慧 很会做生意啊 算计别人啊 这个就叫聪明 我今天多赚你了 开心了 以为人家不知道 这叫聪明 实际上当别人知道了之后 人家下一笔不跟你做了 你就失去了很多 那么你就是没有智慧 而拥有智慧的人 我给你赚 我给你多赚一点 我少赚一点 下次你还找我 实际上智慧 因为跟聪明不是一样 聪明是计量利弊得失的人 智慧的人是会拥有下意志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